用眼看世界,用心听新闻,这里是费典新闻 近日,乌克兰在乌东展开的闪电站获得了戏剧性的成功 在不同地区推进并成功地从俄罗斯部队手中夺回大片领土 这对俄军的声誉包括其战斗能力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最新消息称有超过8000平方公里土地被乌克兰夺回 一些西方媒体预测,在最近的几周战役后 乌克兰新的战线已经开始逐渐形成 例如乌克兰部队今天早些时候表示 乌军已经控制了沃夫尚斯克,一个距离俄罗斯边境仅3公里的小镇 他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被俄军占领了 在乌军闪电般地夺回伊九姆之后 泽连斯基对伊九姆镇进行了一次突然访问 并慰问了当地的军队并在市议会上方庄严地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了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努力 并称赞他们为乌克兰的英雄 伊九姆位于一条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到东部城市斯洛维安斯克的重要高速公路上 在乌军这次反攻之前 俄罗斯军队一直试图向该城市推进 伊九姆是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后勤补给中心 俄罗斯正式从那里向顿巴斯地区 克拉玛托尔斯克和斯洛文斯克等地周边提供部队 不少分析人士称伊祖姆的丧尸将对俄罗斯造成巨大打击 伊九姆的夺回可能是乌克兰人自反攻开始以来得到的最重大的胜利 同样可能是俄军遭受到的最重大的损失 乌军的这次闪电战不但帮助乌克兰军队从俄军手中夺回大片被占领的土地 反攻也让更多的武器留在了乌克兰手中 俄军在撤退时遗弃了大量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装备 这还不包括大量被击毁的坦克和军用车辆 战争中的通常惯例是如果部队撤退来不及带走剩余的武器装备 部队通常会摧毁他们 这样他们的对手就无法使用它 然而 俄罗斯撤军的混乱显然让他们来不及摧毁 未动用过的弹药和武器 而把他们拱手让给乌克兰 随着俄罗斯军队无序地从乌克兰前线后撤 对普蒂批评的声音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据外电报道 有超过47个俄罗斯市县政府的官员联名要求普蒂辞职 在首都莫斯科也开始有年轻人开展小规模反战示威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也在媒体发声指责俄军战术混乱 另一方面 有一小部分俄罗斯极端主义者也公开批评俄军太过软弱 以致没有能够及时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 从外交方面 联合国秘书长在致电普蒂后 向媒体通报战争将会大概率持续下去 双方没有任何停战的迹象 德国总统也在与普蒂长达90分钟的通话后 告知媒体普蒂至今仍然认为出兵乌克兰是正确的决定 在俄军大规模撤离前线后 有消息称 德军开始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远程炮火攻击 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发电站 水库 医院 学校和铁路 由于乌克兰军队正在继续进行局部地面攻击 在没有得到增援的情况下 俄军暂时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 以阻止乌克兰在整个乌东前线的进一步推进 在西方提供的武器 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放异彩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普帝所受到的多方面压力和他的思想变化和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 现在已经报道了 包括发电站和水坝被俄军袭击 如果俄军短时间不能对乌军的闪电站有效进行防卫的话 难免普帝不会为了保其颜面而孤注一掷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是那么容易收场了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贝典新闻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